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感到突然 因为现在很少人论到这个问题 但是它也是一个从古到今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今天就试着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种现象 先说文人默克在古代文人都是默克 把默克也就是指为是文人 文人默克是同一词 只是有所侧重 比如写文章的时候 那么当然是就说是文人 像我们这样文学家 对对对 作家什么 对对对 是指文人 但是过去的写文章的 包括作家等等这些诗人 他都是书法家 对 为什么都是书法家 因为他从小都写字 他必须是这个文和字 并重 读书写字 文人的诗 画画的就变成了余诗 所以在考场当中 以文为主 以字为父 字不好也不能让你当官 等等 字写好了文章差一些 让他当小官 以书取士 让他当小官一点点的慢慢的提升 但是总体来最后 还是要以文来治国 有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 这都被断裂开来了 就说这个写诗的人 不会不懂书法 对 懂书法的人 不一定会写诗 对对 不会写诗 甚至文笔很差等等 在过去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的那个文人末课 在过去是一个人 今天已经渐渐变成两个人 因此我们说现在的很多末课 已经不是文人 过去现在有些文人 也就不是末课了 因此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论述过 就单说 广义上的 这个文人末课 过去说他们很狂 这个狂傲 也需要分清一个层次 或者一个智商的不同 比如说说的这个狂 有轻狂 轻狂也分两种狂 你看 比如说说到轻狂的时候 你看 有这个轻 轻狂 轻凉 轻狂 轻狂 这种轻狂 这种轻狂 就是轻高 狂傲 轻高的人 这些人品质都非常的好 文采风流 对这些人的这种狂 有很多人给予理解 甚至羡慕 甚至是佩服 那是这样 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所说的轻狂 就是这个轻重的轻 大家注意这种轻狂 是什么讨厌 轻浮狂妄 前面是轻高狂傲 后面是轻浮狂妄 像这样的这种 这个狂 所谓的狂 我们就说 最好是没有吧 不要这样的人 但就狂来讲 还有 就刚才我们说的 狂傲和狂妄之分 这个狂傲的人 往往具有一定的资本 这里有个量的不同 有的人 就是我们把它量化一下 就是有失诚水平 但是他有失分的 这个傲气 傲气好不好 不好 但是放在某些人身上 有时候也是一种光彩 因此现在一堂的狂字 在诗书画界里边 常有人就自明得意 比如说有人说 天运章这人很狂啊 天运章啊 非但没有感到是一种贬义的 反倒认为是对他一种包奖 说我狂 证明我有本事啊 对 他这么去理解 本来这个狂字啊 就有褒贬二意在里面 所以现在一些人们经常就完全从包奖上去理解这个问题 这是片面 再有一种就是说这个狂的时候呢 你没有失分的水平 你却有失分的狂傲 这就不好 我们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南北朝的时候 有个棋朝 是吧 宋棋梁臣 棋 棋带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叫张荣 我们在以前也提到过这个人 张荣 说张荣 皇帝问他 说你字写的不错 但是所遗憾的就是你 没有二王的法则 张荣当时就回报皇帝 他说 不恨臣无二王法 恨二王无臣法 这恨子当遗憾讲 他说 我不遗憾 我没有二王的法则 我遗憾的是 二王没有我的法则 张荣的水平呢 应该说字写的也不错 在历史上呢 曾经被后代书家们评为了 就是这个夏评当中的忠 这么个位置 当然他无法跟这个 二王相比 二王那是神品 妙品等等 那么就说张荣的水平 跟王羲之父子 西线 不能相提并论 你说这种话 就是狂妄 但是我们仍然说张荣的字 应该说写的也很好 也不错 这就是说你那个水平到不了那么高度 你说这种话 就显得狂妄 对 比如董奇昌也犯狂 很多人就服气 甚至认为他说的对 说的很对 他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讲过 波远帖 这个波远帖 波远帖是 晋朝时候 王羲之的侄子 叫王群写的 三西汤里边 当作一西来对待 就是西市珍宝啊 那个波远帖 而且就是短短的这么一篇 几十个字 在明代的时候被董奇昌看见 董奇昌大书八家 一提到董奇昌 想着赵孟福 赵董二家并提 因为在元代的时候 这个赵孟福 是统治性的人物 到了这个明代后期的时候 董奇昌 就有些方面就取代了赵孟福的位置 董奇昌相当的好 文采 绘画 书法 诗文 全方位的哪一方面都是超一路水平 所以后来的清代很多皇帝 就直接号召臣子们都学习董奇昌的手法 那么波远帖 就王群的波远帖 在明代的时候被董奇昌看到 董奇昌在波远帖的后面加了一些八文 他在八文当中啊 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不用录原文 就大体是这么个意思吧 他说 他说这个我有幸啊 我此生有幸 我能见到波远帖 这是我董奇昌的幸运 我有幸 那这话应该说很谦虚了吧 或者是对波远帖评价相当高了 感到自己有幸 高兴 后边说了一句很狂傲的话 他说我有幸看到了波远帖 波远帖也有幸 让我看见了 这意思你明白吧 他是说 我看到了波远帖 我是有幸 波远帖让我看到 他的幸运在于 因为我看到 提高了他的价值 对 使他更 流传后世 更广 我后面又加了提拔 那么波远帖 真是有幸 让我这么一个大才子 大文人 大书法家看到了 提高了你的 这个价值 对 所以应该说 董奇昌很狂 但是 有谁认为说 董奇昌太狂妄了 说的狂妄 没有 没有 确实说 董奇昌 有资格讲这种话 实在是 我到现在这么认为 波远帖让 董奇昌看见了 真是波远帖有幸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 如果说这话 不是董奇昌说的 是其他的大书法家说的 所以这波远帖有幸 让董奇昌看到 那么 也同样起作用 但是到了 董奇昌自己说出来 别人就感到 他很狂傲 那么就说 张荣那么讲 我就说他狂妄 但是到了董奇昌这 我就说他是轻狂 我有几分的佩服他 认可的意思在里面 再比如说 像张荣讲的那话 跟他的这个 这个语言的这个 这个类似 比如说 新奇极 新奇极也说过这种话 新奇极说 不恨古人我不见 恨古人不见我狂耳 这不跟张荣那个口气是一样的吗 对 他说我不恨 我没见到过古人 遗憾的意思 我遗憾的是 古人没见到我 新奇极这么狂 他没有见到新奇极 他们应该感到遗憾 你看 应该说非常狂吧 可是 就很多人认可这句话 为什么 因为新奇极实在是太高 这句话 我自己这么说 宋词里面 如果没有新奇极 我就说 宋词应该 大大的检色 当然里面像刘勇啊 像这个李玉啊 李清照啊 这个吴文英啊 是陆游啊 是苏氏啊 等等 这些人 各自都是宋词里重镇 但是新奇极在里面 应该是最高水平之一 所以没有新奇极 宋词会大见光彩 因此他也有这个资格去清狂 对了 所以我说 他有这个资格 他确实是十分的狂 他确实是有十分的水平 对 有资本 新奇极 新奇极还有一句话 他说 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他说我看青山啊 多么雄伟壮丽啊 妩媚 真的好看 他说我料青山看见我 我跟青山在对面 我看他才看见我了吗 我看青山是这么样的妩媚 青山看到我 一定也这么美 对 你看他狂不狂 跟青山来对比 而我每次看到这话之后 我确实 我点头 我承认 确实新奇极 也是一座青山 真了不得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种狂 有时候是可以被人理解 有时候就是被人不能理解 还有一些个文人 特别 特别的就是这个表现的狂 害怕别人不知道他狂 你比如说路由 大家知道路由 其实路由这人 有时候是很谦虚的 咱就说 他写的一首诗当中 也表现他这种狂 他说 尊前作句 尊前作句莫相笑 我死诸君 思我狂 他说我在 大家喝酒 是尊前喝酒的酒杯吗 他说我在喝酒的时候 在这里随便搞恶作剧 大家说我很狂 但是当我死以后 你们会想我这个狂 路由当时多狂 狂的那么可爱 你看 都在标榜自己的狂 因此我再说 就是对于 这个人和那个人 要区别的看待 即使就说是狂 你的语言也得美 比如说 我们看到星期级 讲的 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英如是 语言本身就有 非常高的文学价值 像路由说的 尊前作句莫相笑 我死诸君死我狂 你觉得能说这话的人 他有狂的资本 是不是 现在就不然 有些人 有些说法家 坐在这儿 就是自吹自擂 吹的有时候 我感到很恶心 因为坐在这里 二话不说 我就是大师 老子天下第一 我就在天津市 就听到 有这么两三个人就说过 他就这样说 在天津市 我是第一 还有人谦虚一点 天津市 无语如死了 我就第一 还有一个年轻人 跟我说 天津市就一个半 书法家 一个半 那一个是无语如 那半个就是我 剩下没人 是狂吗 是狂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什么 清高的那种 狂妄 狂傲 我说这是 轻浮 轻浮 狂妄 或者是 一派胡言 且不说 无语如水平 到什么程度 就是 你在这里 自称第一 就称 或者现在没有 只是我是 半个书法家 等等 这么样的蔑视 这个书法的群体 等等 是对于 整体书法的 大不敬 对书法家 对这些个 书法爱好者 也是很不尊重 对 类似这种语言 还是少一点好 现在画界 有不少人是这样 经常是什么 画个猫 就称猫王 画个鹰 就称鹰王 画个狗 后来就不好听了吧 就是类似这些个语言 我想不说好不好 对 当然现在也有些个 有些人就自称大师 我觉得反正我心里是不舒服 我佩服谁 我佩服季宪林 嗯 季宪林先生 最近有这么一段讲话 我很受感动 就是季宪林 现在近百零的老人 大家应该说 所有文学界的人 基本都认可 是个大师级的人 这个大师 不是自吹自雷的 他是靠大家公认 哪地方给你封个大师啊 不会的 只是大家一个公认而已 但是季宪林被公认 那么在政府部门上 在报纸 这个刊物上的宣传 都是直接称季宪林大师 季宪林先生 有这样一段讲话 他说啊 不要称我为大师 我拒绝大师的称号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比如说 这个 王国伟 陈寅确 说大家承认不承认 这两个是大师 如果承认他们两个是大师 就不应该承认我是大师 你看 越是大师了 真的大师了 他想 相反 就越谦虚 对 因此我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是总和朋友们说 低调一点吧 你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低调一点 不要在这里 总是煞有介事 台湾有一位文学家 他最近有一个讲话 我看了我就笑 我第一方面 佩服他 确实 文采出众 但是同样呢 就是主持人 找他采访一个节目 问他 说 你崇拜谁啊 这位先生说了 我崇拜谁啊 那我只好照镜子吧 就崇拜自己 对 自己 只有其他这些人 鲁迅当然不在话下 即使这位先生经常 这个 这个 包扬的 胡适 大概也不在内了 就是崇拜自己 对 但是我说呢 有资本 我也承认他 确实是方便 文采出众 据说这位先生 著作等身吗 他有七个等身 就是 著作 跟他自己身高量起来 够一个身高的时候 叫等身吗 那就七个等身 这么多 即使有这么高的成就 不说好不好 对 你不说别人能抹杀你呢 因此我说 不如由旁人去做评价 对了 旁人给你的评价 对 更客观一些 对 何况 你活着的评价 也不准 对 需要死去以后 再做一个公正的定评 对 田先生 我知道啊 清朝呢 有一位师叔化全能的一位大家 叫圆梅 他住的地方呢 叫随园 对 随园 我知道在这个随园的这个门上 有一幅迎帘 上帘呢 写的是门无凤字 下帘呢 写的是坐有鸡坛 对 对 有这幅迎帘 可是很多人都说 圆梅很狂 我实在是不太理解啊 这幅迎帘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那 是个 对对对 他的讲述的是一个什么内容 为什么别人说他狂 对 对 好 很想知道 您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现在就把这幅迎帘呢 写出来 让大家知道知道是哪几个字啊 这个上帘是 门无凤字 门无凤字 下帘是呢 下帘是呢 坐有鸡坛 坐位的坐 嗯 坐有 鸡 就是鸡狗的鸡 谈就是谈话的谈 这这么一幅对联 门无凤字 坐有鸡坛 嗯 圆梅叫圆子财 字叫子财 大才子 大学问家 诗书画 就刚才你说的 全能 全能全精 你了不得 而且他的住宿非常的丰富 嗯 他住的地方 你刚才说叫隋缘 门上有这幅迎帘 是 有很多人呢 经常提到这幅迎帘 在文学界当中 也总提到这个这个迎帘 嗯 说圆梅很狂 嗯 但这幅迎帘的内容呢 有些人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 对 我们先说这个门无凤字 这是一个典 哦 我们经常说的典 就是典故 典故 典故 有一个典故 这个在晋朝的时候啊 嗯 有株林其贤 这当然你知道 嗯 就是阮吉啊 黑白眼嘛 阮吉是个狂人啊 看人的时候 拿黑眼珠看人的时候 就是尊重你 然后不尊重你 就拿白眼翻你 叫黑白眼嘛 嗯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青睐 这个词 就是用黑眼珠看你 也叫青白眼 嗯 阮吉 继康 这批人 确确实都是当时的大才人 嗯 继康呢 嗯 有一次没在家 他的一个朋友啊 也是个大门人 叫吕安 吕安 吕安 啊 吕安 吕安来采访他 嗯 到他家拜访他 拜访他 嗯 来找继康 嗯 继康没在家 嗯 谁在家呢 继康的哥哥叫继喜 嗯 继喜呢 出来给他开的门 迎接吕安 嗯 就说呢 自己弟弟啊 继康没在家 您到家坐吧 我陪您 咱们聊聊吧 嗯 这吕安不进去 不进去 你走就算了吧 是吧 他在门上写了一个字 嗯 写了一个凤凰的凤字 嗯 然后他就走了 这个继喜呢 不懂啊 还挺高兴 嗯 你看他没进来 不是在门上写个凤字 嗯 这个凤是个吉祥的意思 嗯 挺高兴 挺高兴 等到继康回来之后 这个哥就告诉弟弟 嗯 说刚才吕安来找你 没在 临走在门上写个凤字 嗯 几康说 这是骂你呢 为什么呢 啊 既写也不知道 嗯 这字骂我 写个凤子骂我 是什么意思呢 对 他说把两个字 合在一块了 你看啊 是哪两字呢 比如说我们写一部分啊 点个点 嗯 不管点高点低 这是凡 凡 平凡的凡 然后下边再写个鸟字 念什么应该 凡鸟 凡鸟 对了 骂这个季喜啊 是凡鸟 啊 我跟你说什么呀 对 我没见到季康 我跟你聊什么 你接我进去聊 没可能聊的 嗯 你是凡鸟 门口写个凤子走了 嗯 季康回来明白 哥哥这是骂你 嗯 说明吕安 吕这个 吕安这个人 也是个狂师 嗯 所以门无凤子啊 这是原媒在标榜自己 说我的两种解释啊 一种解释说 我的门上 不会写 有人写凤子 嗯 因为我可不是凡鸟 嗯 是不是神鸟啊 咱放其次啊 就说起码是 我是个高人智士 谁能在我门上写个凤子 嗯 所以我这个住宅 在岁游里面没有翻鸟 嗯 这一个是 就是说 没有记习这样的俗客 嗯 在我这里来谈话的 嗯 都是高人智士 嗯 或者是 说来的客人是 这种解释 一种是说 我本人 嗯 就是一个 嗯 了不起的人 嗯 这是说门无凤子 我的门上没有翻鸟俩子 嗯 所以鸟俩呢 也是在晋朝的时候 嗯 有一个沿舟刺士 嗯 这个人叫宋楚宗 宋楚宗 宋楚宗 这个宋 这个宋楚宗啊 有一次在一个市场上 买了一只鸡 这只鸡也是 长鸣鸡 哦 白天晚上这么叫 哎 这个宋楚宗呢 就把这个鸡呢 放在窗户前边 嗯 哎 这鸡忽然会说人话了 有 能人语 嗯 能说人话 而且 知道的非常非常之多 哦 从古到今 可以说伯古通今 嗯 这宋楚宗呢 也是个文人雅士 嗯 就经常跟这鸡聊天 嗯 哎 于是 一聊就是通宵大战的 这么谈 这这单是个神话传说 嗯 哪里有机会说人话的 神机 我还是宋楚宗 我就吓跑了 是不是 但是就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 嗯 所以后人呢 就把这个窗户啊 文人住的这个宣斋 嗯 就叫成那个窗户 就叫做鸡窗 哦 或者叫人鸡宣 哦 就是这么一 宣有时也是窗户的意思 嗯 所以呢 鸡窗鸡坛 嗯 都是有高人在这里清坛 嗯 就我这个地方 嗯 都是高人志士 这等于刘雨昕 写的那个 陆史明里边那个 就是 谈笑有红如雾 往来无白丁嘛 嗯 嗯 那个刘雨昕 也是一种自我标榜 嗯 我这里来的人 都是高人志士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意思 嗯 所以他在门上写着 门无奉字 自作用鸡坛 嗯 就是我家里的没有翻鸟 而且来的都是这些个高人 鸡坛 鸡窗 都是代表清高的意思 嗯 还是这个话 文人呐 嗯 你有高水平的时候 嗯 你可以狂 我是说的 你可以狂 对 如果要不狂呢 嗯 岂不更好吗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 铁字 这个铁 就是钢铁的铁 这是有朋友提出来 希望把这个字演示一下 繁体字当中的这个 铁字 基本上是三合一的一种写法 是横向的组合 我们先用 楷书 把这个繁体字的 规范的写法 向大家演示一下 好 好 更好 好 这是个帖字的一个规范写法 但是我们在看到古碑帖当中 却很少有这样写的 也就是帖字下边这个王字 一般的都当一个土字来写 少写一横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前辈书家现在过于麻烦吗 也不一定 因为少写这一横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呀 但是前辈书家却很少写 加上这个王字 我们来看一看 少这一横是个什么情况呢 再来打击一横 是这样,前辈书家呢,还有很多人呢, 直接把金字的右半边写成一个结,结段的结字,斩钉结铁,这个结字,大家再看一下这种写法。 这样写。 这两种写法,也就是第二种,第三种,是最常见的,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规范字,繁体的规范字应该是第一种。 在台湾呢,在香港,不跟它叫繁体字,叫正体字,认为那样写是正邪。 从这句话当中,可能是对我们的这个简化字,有一些否定的口气,把它说成正,那就把我们说成这个简化字是不正,这个当中呢,当然有文字上的一些个正论。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帖子,还有一种写法。 大家看,还有这样一种写法,就是金字旁的右边写成一个遗字。 这种写法并不是少见,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写法。 好的,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向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背帖当中常见的这个写法,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第二种。 注意,金字旁的朋友写的很窄,把这个中间部分深藏在两边,这横要长出来。 因为它是三合一嘛,就需要紧凑。 关键是这一笔,注意这一笔,要贴近,要有弧度。 贴近,注意看。 要有弧度,注意看,从这儿到这儿,这是个弧度。 从这儿,写完这笔之后,再起勾。 然后,撇着一下。 这样,这个三个部分,它就均匀了。 千万不要把最后的这个格勾,写得太圆,大家看,这是不行的。 这里写的都对。 跟上边的是一样的。 如果得把这一笔写成是这样的,这就糟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笔在调节勾了之后,写出这个之后,这块很散,非常散。 所以要把这个格勾这一笔,一定要贴得很近,很近,而且还要有一点弧度。 所以这一笔,在这个字当中是主笔的作用,一定要把它写好。 下面大家再看一看这个字的行书写法。 也是这一笔一定要贴近一点。 千辈书家有数就把这笔写得非常直。 它不像在写凯书的时候,凯书要有一个弧度,还要长。 它在写到行书的时候,它换这笔写得非常的直。 就直接这样下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弯度,没有。 直接就是这样一笔,切下来。 而且比较直,不太长,相对的短一些。 大家再看,包括右边写的节字,也是这样。 就直接这样,一笔下来,甚至再直一点,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更直一点,怎么写。 就直接这样写。 几乎成了一条直线,稍稍偏些一点,这样写。 再看行书当中,右边写着一字,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这笔也是这样,不要太弯曲,虽然有一定的斜度,但是不可以写成这样,要写成这样,只是斜相对的直。 再看一下这种写法。 写慢一点,大家看。 这样,这个字书写好了,很美的。 事件这个一字呢,我们又单列说一下,在楷书当中,千辈书家写,也是这样写。 但这就有弧度,注意看,从这有弧度。 走到这儿之后,往下垂落一点,完事再一挥风,起了这个,这写一篇。 应该是呢,这个字应该是这样写,大家看,应该是这样写。 但是千辈书家不再往左写,都往右挺,写成这样一个勾形的。 这是千辈书家,通常使用的那种笔法。 看看这个字的草述写法,铁字的草述写法。 金字旁,一般的草述都是这样写。 就好像,上面写一个扁人,下面写了一个王字,或者说是个玉字。 然后右边的是这样,转过来,注意笔顺。 开始写过来,是这样写,到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质字一样。 这是铁字的草述写法。 也稍有不同呢,有的是这样写。 写完这笔之后,两笔,多拐了一个弯,然后下来。 写这个。 底下有不同在哪呢? 这样转过来之后,从这个地方转过来,加了一瓶。 这样也有。 所以无论怎么样,这地方都需要转过来。 这是一种。 从下边这带过来,也是可以的。 因此呢,对大家说,写好这个帖子,具有一定的难度。 不管楷书,兴书,草书,都需要掌握法则。 写的时候需要,啊,锤炼若干,甚至是千百次的努力。 因此我们写字需要入境,安静下来。 注意临帖,在临帖当中注意它的方法。 关键的部位是咱们处理的,特别是,不管楷书,行书,草书,写帖子说, 右边这个葛宫,是很注意的一个部分。 同时,因为优于是三合一的横向排列,注意写的要紧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